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赞 订阅 光夕啊 我有一件事想跟你说 但是你答应我 听完了之后千万别生气 你说吧 是这样的 你也知道 我们公司跟花花世界的那个事 有点法律纠纷 然后我们公司层面呢 就请了一个代理律师 这个律师 是李泽林 你同意吗 我一开始当然是不同意的 但是这件事 我也说不上话 是Frank和高层直接压下来的 我 我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但是光夕我可以跟你保证啊 我跟李泽林除了工作以外 不会有任何联系 而且 其实本来我跟他就没什么了 如果我已再这样推脱的话 只会觉得好像我心里有鬼 你还要喝可乐吗 你还要喝可乐吗 你生气了 你认真说话的样子还挺好看的 我刚去想多听几句 拿来吧你 拿来吧你 这是男人心海底针啊 我还紧张得这么久 我才没有那么小气呢 我肚里能撑船 且擅长盲目自信 你 真的假的 假的 光夕 你相信我好不好 你又骗我是不是 啊 又骗我是不是 你猜 好了 别生气了 啊 我有点后悔 你后悔什么啊 后悔 当初上大学的时候 不是学的法律专业 我那回要是学法律的话 那这次帮你的 就不是他了 那这样的话 你可能就不是 现在的时光期了 你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可能 也就遇不到隐医科了 我会有另外的方式 遇上隐医科的 什么方式 下辈子再告诉我 好了 别再胡思乱想了 时间也不早了 那点回去休息吧 请你盖个帐 谢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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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